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又來到一屋年輕人的時間 今天這個題目真的很適合我 因為是說我全身上下最漂亮的地方 我看了幾萬次, 夠了 先收拾一下, 我們今天除了說觸步 其實還會說肩頸的問題 我們先不要理會FY的腳 我知道很漂亮… 但這個題目是說什麼呢 腳和肩頸腰痛的問題 經常困擾我們 我們找來一位專家 掌聲歡迎 石骨神經科醫生, 求雪嵌 是, 是不是叫你做Sam 叫我Sam就行了 Sam, 你好嗎? Sam哥 不如我們先由下面開始 好… 由腳開始, 好嗎? 好…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說 有什麼扁平竹的問題 你們知道自己有沒有扁平竹嗎 不知道 這樣就沒有 怎麼看? 你們猜扁平竹是什麼問題 中間這個位置沒有了 沒有了, 扁平了 其實扁平竹有幾樣東西 首先它分兩大類 一個軟性的, 一個硬性的 軟性的就是我們平常的 腳可能凹了一點 然後你走路有點累 但也可以正常做運動 走路那些, 沒問題的 硬性的就是 其實天生可能骨 就長得不太好 支撐或者是印帶太鬆 我們完全沒有支撐的腳底 那怎麼沒有? 其實它踏在地上 整個腳掌就碰到地上了 是… 真的走不了很長的路 那些就叫做運動 對, 那些是硬性的 骨頭有問題 那些是比較大的 我們今天討論一下軟性 就是我們普通 大部分人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我拿… 有隻腳… 有隻腳拿出來 有粉碎性 我先放在這裡 有粉碎性骨折了 這個是內側 是 正常的內側 就應該是有一些空隙的 有凹了一點下去的 是… 這個叫做觸弓 觸弓的功能 其實就是避震的 你想像它成為… 即是一個彈簧 這樣彈一下彈一下 那你身體才不會受到 你因為走路 撞到地下的衝擊 不會影響我們身體那麼多 但當我們這個… 這個觸弓減少了之後 其實… 就帶來很多其他身體上的問題 是的… 那你那個觸弓沒有了 首先我們就不能… 腳腕就不能正常 從正常角度來動動 那麼它會向裡面凹凹一點 因為舊骨… 舊骨… 舊骨就凹凹了 舊骨就凹凹了 是的…舊骨就凹凹了 是的… 噢… 印帶也困不住 加上… 可能如果小時候 平時運動少那些 那些… 你的肌肉也不夠力去… 拉起它 那你就會慢慢慢慢… 隨著年紀大 慢慢慢慢就越來越凹凹了 那會形成什麼? 是八字腳這樣… 八字腳… 可以是… 可以是母子外翻 這塊骨會變大 慢慢你的鞋型 可能會變得越來越闊 要穿一些闊一點的鞋 就穿不到一些… 比較窄的鞋型 好一點就不行了 所以年紀… 是除年紀退化的 是否不能補錦 如果… 我們普通說的 簡單一點 軟性的平足這些問題 其實你靠段鏈都可以控制的 另外呢… 另外呢… 可以做一些… 加個鞋墊 對… 是有一個… 不是這個 是有一個鞋墊的 沒錯 我們矯正軟性扁平足的鞋墊 它就… 不是真的幫你做一個鞋墊 有足弓位幫你撐高它 那如果這個是硬的 其實你走下去會… 都是痛的 是完全不解決的 對… 其實真正鞋墊的功能 通常是幫你減少鞋墊過多的 向下墜的角度 對… 它也是可以讓你的腳 在走下去的時候 骨頭在裡面動的 哦… 你是會動的 那足弓的 那足弓的那個… 你還有減震的功能 對… 那你如果找一個很硬的 頂著它 沒有減震的 都是硬的 對… 所以那些硬的鞋墊 是被那些硬性的… 扁平粥來穿的 有問題 對… 我們通常… 對… 通常我們會穿一些軟的 對… 挺好承托力的 對… 其實這些會舒服一點 等於你… 其實穿了也是繼續扁平粥的 如果你不練 對… 但這個就會防止它 過多的凹凸了下去 足弓過多的凹凸了下去 其實你走下去就會痛 對… 對… 我們是否也有 女生穿高跟鞋 沒有… 你年輕的時候 如果穿高跟鞋 高跟鞋 高跟鞋 鞋頭很夾 絲頭很漂亮的 很嚴重 你會磨損 一直磨著腳趾公旁邊的骨 磨得時間很久 然後關節的位置 你用得多就會越來越大 算是一個退化 原來是這樣 所以當它有過多不正常的磨損 骨頭就會發達… 會變大一點 對… 因為骨頭的關節變大 其實加上你可能扁平足 整個行路的運動 就會改變了 對… 所以就會越來越差 然後腳趾公就會向入 我們通常 你可以穿一些腳趾公 跟兒子中間 放一隻膠 很正的 有時候我會給我一些… 例如… 膀指沒有紙外翻膠 對… 例如這些… 這是植水蒸甲的 這是那些來的 放一塊膠 對,類似那些做指甲 沒有人用過這塊嗎 沒有…新的… 給我呢 可以… 用液件 對… 這個很漂亮,很適合你 假設你的腳趾公是… 對,經常這樣看 真的嗎?在外面… 你這個可以的 其實… 還可以接受的 要檔卓,要按照才知道 但這樣看是功夫就可以 但假設你的腳趾公 穿上去很多 有時候我會見有個患者 夾著一塊東西 這樣穿不到高跟鞋 這樣夾著 高跟鞋當然不能穿 也要戒的 如果沒有紙外翻 很痛 不要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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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著高衣 不太高 我相信也可以 醫生,我想說真的 香港人其實… 譬如你腳趾公外翻 扁平粥 不會馬上有事 人們通常都不來 但最嚴重… 如果中了腳趾公外翻 加扁平粥 最惡劣… 最嚴重… 最嚴重… 會弄得怎樣? 嚴重? 嚴重就要做手續了 即會有甚麼… 生活上的問題 例如下腿 會經常披著 首先… 最簡單 起碼你能不能走路 很痛 不能走路 因為扁平粥的問題 腳尖都會歪了 令到… 假設你右腳是扁平粥 左腳是正常的 這樣扁平粥 對,那邊扁平粥 在你站的時候 其實兩隻腳長短 就不一樣了 很容易跌 你這隻右腳腕向內 這樣彎了 會帶動你的膝蓋 也會向右轉 對 然後又會影響你的盆骨 右邊會比較低 即會影響你整身 整身都歪了 會腳痛、腳腕痛、膝頭骨痛 盆骨疑位 脊椎痛 脊椎彎 有很多 很久了 很久了 你教一下觀眾 如何改善扁平粥 和拇指外翻的問題 有些動作可以做嗎 可以做一個運動 我們檢查腳 然後很快地展示一下 怎麼做的 有… 好… 我們準備好了 你做甚麼 這樣嗎 我要在你的腳上標示幾個位置 好 我們展示一下腳就行了 好 腳腕內側 內側最高的位置 你摸下去 有一個凹位 差不多就是那個點 好 好 大概在這裡 然後第二個點 其實就是你腳趾公 最大的骨 最頂出來的中間 大概在這裡 好 第三個點 就是你要找腳內側 最拱起最高的那裏 那裏就是那個 其實是其中一塊骨的邊邊 我們就用這三個點 做參考 放鬆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它們大致上是在一條線上 對 現在你就站起來 看看它們這三個點 還是在一條線上 好… 對 好… 給大家看看 如果你畫了一條線 是 你會看到 你剛才最突出的位置 那個骨是掉下去的線 其實你就是差一點 但不是很嚴重 因為不是差很多 那這個算是有,怎麼做的 算是有 是 那我怎麼改善 很簡單 做運動 都是用你這隻腳 是 那我們做甚麼 你放一個銀仔 或者放一張紙巾也可以 在腳趾公下面這塊骨 是 拿一張紙巾可以嗎 這樣,來,踩著 然後抓起來 腳趾公下面這塊點 不能離地 整個腳趾前面都不能離地 你會感覺到有筆在這裡 現在你要嘗試把腳縮起 不要碰到筆 但是腳趾公又不能離地 好 就算正常了 原來我也… 很累的 對,我感覺到 我右邊這一邊的小腿肌肉 其實是酸痛的 對,要練習 而且其實要訓練自己的意識 那兩邊要平衡 我們一起做 是否兩邊都要塞紙巾 對,兩邊其實… 其實平日走路時 意識提高一點 是 是可以… 控制 硬去控制它,撐高 拉高的… 會累一點,但可以慢慢訓練 那做多少隻 要做多久 要做多久 坐下來慢慢說 辛苦了… 辛苦了… 這樣放在腳趾上做多久 要做多少隻 要做一天 我其實… 我自己也是變平足的 那你自己做甚麼 我任何時間… 只要你日後走路 或者你有意識的時候 都可以這樣練 真的從低做起 對,不會浪費 不需要真的拿點時間練 是